第十六章,穿云剑 那将领怒火冲天 哦,就是你手上那两个拳头大的绿色宝石 腾青山扛着一大鱼网,大步地走过来 周围一群军士们各个持着利剑,却都不敢擅自行动 大家都时而看向那名将领,经过刚才短暂接触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青年莽汉庸有着可怕的实力 如果真谛杀戮起来,即使能杀死对方,他们也会死伤惨重 明月岛已经很久没大规模死伤了 军士们有些迟疑,我们将军府办事 你别在这捣乱 将领沉着脸,怒指腾青山喝道 这宝石,也是我将军府之物 你给我放下 虽然意识到眼前人是超级强者 可是将军府已经习惯了霸道 而且,这是北延镇范围 哼,给你脸不要脸 腾青山脸色一沉,身体一晃 拦住他 这将领也连将两颗铁叶果巢旁边沙滩一扔 同时欲要拔出腰间利剑 站住 十余名靠近的军士怒吓一声,都刺出手中利剑 腾青山师展开天涯行后 形如鬼魅 在狭小范围内,十余人也只有两人勉强刺到腾青山身上 枪,枪 清脆的两声,两柄利剑都崩断了 砰!腾青山右腿一动,出脚之快 令那达到后天巅峰的将领 没丝毫反抗之力,就被踢得抛飞起来 呼,口中喷出鲜血 重重摔在沙滩中 腾青山左手捡起两个铁叶果后 便迅疾地朝乌木船赶去 而跌倒在沙堆中的将领抬起头 嘴角还有着血丝 他牙字欲裂,嘶声怒吼 步阵见阵 杀! 数百名军士一个个都红着眼 欲要结阵 呼!呼! 鬼魅般的身影从人群中一闪而过 随后一跃而起 直接跃起二十余丈高 近三十丈远 在空中变成一小点 令数百名军士只能干睁着眼看着 随后对方落在乌木船甲板上 将那装着大量铁叶果的鱼网 放进舱内 将军 这怎么办 一群军士有些急了 剑阵是厉害 可最起码 别人要在剑阵之中 剑阵威力才能发挥 可对方速度那么快 都上了船上 怎么围堵人家 曹大娘 那将领站起来 怒视远处 鬼欲水银的兄弟们 给我围住那船 别让他走掉 原先就被滕青山 给拨下大海的数十名军士 听到命令 迅速地围着乌木船海边 一个个都拔出了利剑 他要逃走 就给我毁掉这船 毁掉他 江领咆哮道 是 大人 数十名军士齐声吼道 乌木船上 滕青山站在船头 滕大哥 李军那翘脸上 有着一丝煞气 这些人纠缠不清 早知道 一开始就该下狠手 滕青山也皱着眉头 随即看了不远处沙滩上 那一身血迹 一脸愤怒之色的将领 也觉得事情麻烦了 数十名军士 都围在乌木船船底周围 乌木船船身是坚硬 乌木比钢铁要硬 任性更好 可是 却不可能抵得住 内进高手的剑尖 内进高手一巴掌 足以拍裂钢铁 而攻击力聚集在剑尖 那剑尖穿透力 更是惊人 乌木船能抗得住 礁石碰撞 却不可能抵得住 这些军事剑尖的刺船 沙滩上 那将领连下命令后 便看向那船头上的 青年满汉 船头上的青年满汉 笑声震天 各位军士 这船是我的 船上的东西 也是我的 今天 你们凭什么拦我 那将领 怒视着船头上的滕青山 他早意识到 这船可能就是这神秘高手的 不过 即使是对方又如何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将领怒声笑道 哦 今天你来说这船是你的 明天若有 是又一个强者过来 说这船是他的 后天 或许某位将军过来 也要这船 哈哈 你说 我该怎么办 这片海域 是我北沿镇海域 海域上无主之物 境界归我北沿镇将军府 那将领高声道 我还是这句话 速速离去 我饶你性命 否则 在这明月岛上 你休想逃得掉 数百名军士 一个个都盯着滕青山 咻 一道刺耳的声音 忽然在高空响起 滕青山抬头看去 他惊人的目力 瞬间看到了一道 想见射向高空 想见 滕青山脸色一变 目光变冷 看向那将领 将领却是自信笑道 在这北沿镇 我们将军府救世天 你就算是先天强者 你在这也得老实点 告诉你 马上各方人马就到 他有句话没说 这一只想见 乃是呼救剑中最高等的一种 穿云剑 穿云剑一出 但凡看到的各方人马 都会来聚 给你脸 你不要脸 滕青山脸色一沉 滑过一道流光 直接射入人群当中 布阵 一声高炕道 甚至于坚力的嘶喊声响起 早有准备的众多军士们 立即分成一个个大剑阵 滕青山刚冲入人群 就被其中一个大剑阵给包围了 这大剑阵 还有点意思 滕青山瞬间发现 这大剑阵 是由36名军士布置而成 这36人是分成里中外三层 每层攻击滕青山的时候 都是铺天盖地 好似汹涌的海浪冲击而来 12人 12柄剑 同时攻击 12柄剑威力叠加 也有数万斤穿透力 先天虚丹 也得全力应付 而且 12人刺出一剑后 立即闪退第二波攻击又来 里中外三层 行连绵不绝的态势 滕青山陷入阵中 便觉得16人似乎化为一波波浪潮 而且 这36人配合非常巧妙 让攻击连绵不绝 如果真是普通先天虚丹强者 一个不小心真可能中招 如果加上有五六个大剑阵在周围 好就能将先天强者真远好光 哈哈 有点意思啊 滕青山朗生大笑着 双臂好似两根铁棍 猛的一挥 哄 石余道人影 便被砸得飞起来 嗖 滕青山趁着剑阵乱掉 立即一跃就是二十余帐 直接落向那将领方向 不好 那将领逃都来不及 便被滕青抓住了衣领 将他给拎了起来 你不是要抓我 滕青山看向他 你 你 那将领有些惊怒 我乃是将军府 滕青山膝盖一个膝撞 直接撞击在那将领的腹部 啊 将领脸色变得惨白 眼睛瞪得滚圆 什么东西 滕青山冷笑一声 随手一扔着将领 那将领跌倒在沙堆上 眼眸中满是惊骇 我的丹田 我的丹田 刚才一个西状 滕青山已经破了他的丹田 对于一而再再而三 给脸不要脸的人物 滕青山可不是那种心词手软的 三百多名军士 他根本就没在乎过 十万大军 他都敢杀 三百来人 算什么 你 那将领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对方如此肆无忌惮 他错了 错得很离谱 十八将军府有上千年历史 的确是根深蒂固 可事关滕青山屁事 滕青山根本就是外来人 就算是将军府的将军本人到来 滕青山照样一拳打死 北沿镇上一座占地极广的古老府邸中 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 南海边军营发出穿云剑求救 一名军士急切地禀报道 原先正盘西坐在庭台下 闭眼静修的鹤发童颜的老者睁开眼 穿云剑 你速速去请林大师 这老者立即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郑重 不到最紧要关头 是不允许发出穿云剑的 是遇到海外妖兽袭击 还是有叛贼 在明月岛九驱鬼域 南海范围中 花花 幽深不可测的海水汹涌流着 一块礁石冒出水面 在这块有黑礁石上 正盘西坐着一名穿着宽松白袍 披散着长发 面白无须 眼眸狭长的中年人 他的背上正背着一柄轻翘神剑 就这么闭着眼 坐在礁石上 呼 呼 最诡异的是 他坐下礁石周围的海水 竟然在碰触到礁石之前 就乖乖分流 好似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控制着 咻 响亮的声音 响彻在远方高空 嗯 这白袍 面白无须的中年人睁开眼 他的目光好似两道剑光 很是骇人 穿云剑 难道又有海外妖兽 到明月岛撒野来了 呼 这中年人身体猛的一闪 便消失在礁石上 化为了一道迷幻的白色残影 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踏着海面 迅速地朝穿云剑发起方向赶去 海洋 在他脚下 仿佛就是陆地 腾青山破开剑阵 破掉那将领丹田后 众多军士们也被镇住了 腾青山则是又迅速地回到了乌木船上 此刻下方可没有军士 再敢威胁腾青山了 连剑阵都无用 他们也没办法了 腾大哥 铁毛被砍掉了一个 李俊连说道 算了 别跟他们计较 开船 我们走 腾青山立即走到两根长卤处 强有力的双手抓住两根长卤 便开始摇动 忽然 嗯 腾青山眼角余光发现 一道白影正沿着沙滩迅速闪动 很快就来到了众多军事处 腾青山按惊 好快的速度 啊 那被破掉丹田的将领 一看到来人 眼中立即发出莫名光彩 连嘶哑喊道 楼主 搜 那白袍人身形一动 便从二三十丈外 一跃冲天而起 直接落在了乌木船的栏杆上 清冷目光 看着腾青山 腾青山见到来人 咧嘴一笑 好轻功 第十七章 帮亲不帮礼 一身宽松白袍 双眸好似见光 凝而不发 站在乌木船栏杆上 海风吹来 这位见楼楼主 衣袍裂裂 楼主 那将领狼狈地在沙滩上 连奔带跑着 同时嘶哑喊道 这个青年满汉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艘宝船 是我们将军府军士们 好不容易从海上给弄到的 可是这青年满汉 却说这船是他的 硬是凭借一身高超的实力 从我们众多兄弟手上夺去 还破了我丹田 费了我内劲啊 楼主 还请楼主 为我们主持公道 将领牙字欲裂 奋力嘶吼道 请楼主 为我等主持公道 顿时数百名军士 都一个个喊起来 声音轰隆隆地 回响在周围沙滩上空 这些军士们 看向剑楼楼主 目光中 也有着一丝崇拜敬仰 传说中的剑楼楼主 那都是整个岛上 最强大 最无敌的存在 明月岛也就这么大 见过剑楼楼主的人 并不少 放心 那剑楼楼主 清冷的声音响起 顿时一片安静 剑楼楼主 站在乌木船栏杆上 看着那披头散发 一脸胡渣的青年满汉 心中也有些惊讶 将军府 数百名军士 拥有的实力不必说 以军士们的傲气 要逼迫他们屈服认输 最起码 拥有先天强者实力 而且 那些军士 没几个受伤的 除了将领丹田 被破碗 不伤众多军士 而令众人 惊惧畏惧 这个青年的实力 应该很强 剑楼楼主 心中生起了一丝好奇 当然 此刻的剑楼楼主 并没有将腾青山 放在眼里 作为明月岛第一抢者 他无敌太久了 为何抢这海船 剑楼楼主居高临下 冷漠道 腾青山还会说话 旁边李俊却是不满地说道 你这人好不讲理 你也不问问清楚 这海船根本就是我们的 而那些将军府军士们 贪图我们的海船 这才要抢过去 东西是我们的 我们当然得拿回 你们的 剑楼楼主仔细观看了一下 这乌木船 对 这是我们的船 腾青山一脸微笑 我们的东西 我们收回没错吧 刚才诸多军士来阻拦我们 甚至于动手 那将领 也是一而再的出言不逊 我也就略微惩罚 并没弄出人命 剑楼楼主 所以 你不该这么问我们 你该好好问那些军事 剑楼楼主仔细观察了 乌木船后 转头看向身后那些军士 一群军士都有些迟疑 没开口 楼主 将领却是红着眼道 这海船 我们已经仔细看过 这海船的材质 根本就不是我们明月岛上所有 而且 在舱内 还有着一颗颗拳头大的绿色宝石 这种宝石 也非我明月岛有过的 所以 我敢肯定 将领盯着远处 藤青山 这艘船本不是我们明月岛的船 而是从外面飘来的船 如果这艘船真是他们二人 那这一男一女二人 本就不是我们明月岛的人 而是外来人 外来人 剑楼楼主那狭长的毛子眯起 随即看了看 船边上的银色镶嵌纹痕 以及整个船本身材质 甚至于 他还看了看桅杆下面的帆布 剑楼楼主嘴角泛起一丝奇特笑容 看向藤青山二人 这船是你们的 那 你们就是 从外面来的人了 李俊和藤青山相视一眼 若是说自己是明月岛上的 那这船就不是自己的 毕竟这乌木船 明月岛根本造不出 连乌木都没有 怎么造 我们是外来的 藤青山点头道 一个明月岛 藤青山还没在乎过 一个千万人口的岛屿 厉害的军队加起来 也就十余万罢了 先天金丹强者能有两三个算不错了 就算全来 藤青山也不怕 而且 眼前冒出的剑楼楼主 都已经是公认的 岛上第一强者 可明显 从轻弓等判断 对方并未达到虚境 未达到虚境 藤青山还怕 还真是外来的 有意思 剑楼楼主 仔细看着藤青山 楼主 那将领连在沙滩边潜水中 焦急喊道 他们现在都承认 是外来人 并非我们明月岛的人 可他们却在我们明月岛如此嚣张 明显没将我们明月岛放在眼里 这种人一定要严惩 藤青山笑着瞥了一眼 那在海水中嘶喊的将领 那将领说的没错 藤青山的确没将明月岛放在眼里 闭嘴 冰冷声音响起 原本一脸疯狂的将领 仿佛被掐着脖子的鸭子 完全愣住了 紧接着 便连低头不敢吭声了 他终于记起来对方身份了 剑楼楼主 整个明月岛最有权势的强者 对方哪里需要他一个被废掉内劲的将领 在一旁呼喊 该怎么做 我们明月岛 已经很久很久没外来人了 上一次来人 还是一百多年前 剑楼楼主 看向藤青山 你们是哪个地方的 天翻岛 还是青木岛 腾青山和李骏都是微微一正 天翻岛 青木岛 对 腾青山心中恍然 我是七月出海 刚好顺风 从九州大陆朝北方飘 顺着风 一天一夜也能有八九百里 上千里的速度 三个多月 后面速度慢些 可也有七八万里左右 距离北部草原八万里 而且这一路上 海啸 飓风 夭兽等等 若是达不到先天境界 根本不可能活到这 腾青山很清楚 自己三个月海上生活的危险性 或许一些暗礁等 乌木船没问题 可其他出海的人 船不一定有腾青山这么好 遇到一些险情 飓风等 腾青山可下海抓住铁锁 稳住乌木船 许多危险情况 在腾青山前 都不算什么 就连令明月岛头疼无比的九曲鬼域 腾青山都没放在眼里 这些在他眼中 都算不得危险 可是 腾青山能安全过来 不代表 别人也能安全过来 九州大地 距离这明月岛 实在太遥远 有先天实力的 谁会无聊 一直朝北海漂 看来 在明月岛周围 应该还有其他岛 腾青山暗道 见楼楼主 腾青山开口道 现在事情也弄清楚了 这船根本就是我们的 我也不想我们之间 把事情闹大 还请你现在就下船吧 我们要开船走了 来我明月岛还好 可是若要走 来这的人 可还没一个能走掉的 见楼楼主清冷道 腾青山目光一寒 怎么 那些来的外人 都被你们给抓了 不 见楼楼主摇头 明月岛外围数百里海域 都是九区鬼域范围 海水湍急 海面下暗流更是汹涌 不管是什么船 顺着海水容易飘进来 可是 想出去 根本不可能逆流离去 那就不是楼主你操心的事了 腾青山淡然道 楼主 请下船 楼主 那丹田被毁的将领 忍不住喊一声 数百名军士 也都看着那站在乌木船栏杆上 白衣飘飘地 见楼楼主 外来人 见楼楼主冰冷声音响起 这里是我明月岛 是由我见楼做主 你一个外人 这海船就算是你的 你也不能伤我明月岛的人 既然你伤了我明月岛的人 我明月岛定会严惩 你随我回见楼吧 不问青红皂白 就要抓人 腾青山淡笑道 同时看了一眼小郡 小郡立即领会腾青山的意思 抬头朝空中盘旋的那狂风鹰看去 在我明月岛 不容外人放肆 见楼楼主目光一寒 再反抗 休怪我无情了 俗话说 帮礼不帮青 腾青山今天却看到了帮青不帮礼 哟 一声鸟鸣声陡然响起 空中那狂风鹰 猛地从高空俯冲而下 强劲的气流 甚至于吹得站在栏杆上的 见楼楼主 身体都是微微一晃 旋即站稳 而乌木船整个都晃动起来 不少军士都只能低头攻腰 同时也有人嘶喊道 是妖兽 妖兽 大家小心 一声声惊恐喊声不断响起 明月岛历史上 可是不止一次 受到路过的一些妖兽袭击了 所以才会那般小心 孽畜 放肆 那剑楼楼主手一挥 就是一道冷白色剑光飞出 咻 一道土黄色光影从腾青山拳头中射出 砰 得一声 腾青山的那家钢镜和那冷白色剑光在半空撞击 狂乱的能量在半空四处分散开 呼 狂风鹰直接降低地靠近乌木船 而李俊则是一跃而上 落到了狂风鹰背上 随即狂风鹰立即拔高 很快就远离海面 达到极高高度 腾大哥 小心点 李俊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李俊早就和腾青山商量过 如果遇到危险 第一件事情 是让李俊坐上狂风鹰背上 先躲原点 让腾青山一人去战 若是太危险 连腾青山都抗不住 那腾青山也会一起上狂风鹰的背上 什么 这妖兽是你们的 那见楼楼主大吃一惊 明月岛上 可从未有人能够控制过妖兽 毕竟明月岛本土 是没有妖兽的 这 你管不着 腾青山看了他一眼 楼主 还请你马上离开我的乌木船 若不然 我只能打得你离开了 第十八章 枪和剑 听到腾青山说这话 一直冷如尖兵的剑楼楼主 脸色微变 目光一瞬间凌厉如剑 刺在腾青山身上 好似要将腾青山千刀万剐 放眼明月岛 还没人敢对他剑楼楼主说 打得你离开这番话 小子 够狂 剑楼楼主瞬间 食指中止病在一起 冷白色剑光从纸端冒出 剑楼楼主 身体瞬间一个俯冲 也不拔剑 直接靠着那剑指 朝腾青山眉心迅击点去 剑指凌厉之极 剑指上都隐隐有着阵阵寒气 哈哈 腾青山的笑声猛地响起 哄 一声低沉的鸡声猛地响起 同时 剑楼楼主那白衣裂的身影 直接从乌木船上 给阵地迅击抛飞开去 在半空时 这剑楼楼主身形一转 很是飘然地落在了沙滩上 可他目光却如同盯着一头猎物 仰头看着乌木船头上 他明白 这次 遇到对手了 剑楼楼主 目光很是炽热 高手寂寞 球一敌手 太难 好剑法 一声爽朗大笑响起 只见一道轻袍人 直接从乌木船上冲天而起 随后落在沙滩边上 手持一杆银色长枪 目光完全落在剑楼楼主身上 两大超级强者 经过一个简单交手 都察觉对方的惊人实力 这人竟然没死 竟然能挡住楼主一招 还不死 数百名军士难以置信 一个个兜震惊看着这一幕 剑楼楼主 无敌形象早深入人心 能够应接剑楼 楼主一招而不死地 整个明月岛上也屈之可数 轰隆隆 一片混乱响声 只见在沙滩西边大量的军士 正疯狂朝着飞奔来 一个个都是靠两条腿奔跑 人非常的多 乍一看 密密麻麻不断地从沙滩西边 那草木群中的一条道路上冒出 源源不绝 人挺多 滕青山开口道 剑楼楼主 则是仔细观察着滕青山 并没急着出手 大军一到 沙滩上数百名军士们眼睛发亮 刘兄弟 爽狼喊声响起 两名带队的将领 立即向那重伤的破掉丹田的将领拱手道 军营三千人马 全部来了 北延镇将军府 驻扎在海边的军营 一共三千人马 除了本身那刘姓将军 一开始带来的数百人 其他两千多号人 此时也来了 因为距离近 所以才能来得这般快 至于将军府 以及剑楼的大军 都在半途当中 楼主 那两名将领这才发现 那白袍人 竟然是剑楼楼主 拜剑楼主 两将领立即恭敬喊道 拜剑楼主 刚赶到的众多军士们 也是一个个连恭敬齐声喊道 喊声震天 嗯 你们推到一边 小心被误伤 剑楼楼主但莫道 那两名将领连领命 远远避让开 来到那丹田被迫的 刘姓将领身侧 其中一个高歌的将领 连压低声音问道 刘兄弟 那个一身 轻袍的青年满汉什么人 看样子 门河楼主正面一战 厉害有什么用 我们三千军士 用人好都能好死他 刘姓将领 却是咬牙切齿道 那两名将领 脸色微变 这刘姓将领话语中 似乎不在乎军士姓名 这令他们有些不满 同时也疑惑 沙滩上 腾青山和剑楼楼主 摇摇相对 海风尽吹 九曲鬼域的海水 更是汹涌澎湃 周围三千名军士 更是震惊 激动地观看着这一幕 能看到剑楼楼主出手一战 就是将军府将军 都难碰到这样机会 剑楼楼主右手 抓住了背后的剑柄 他的五指纤细洁白 好似女人的手 可是这五根手指 却很是有力 枪 神剑出鞘 那一柄神剑通体身绿色 隐隐有着血丝 在剑体当中 弱者 不需要我知道他的名字 不过 你有实力和我一战 是一个强者 外来人 说出你的名字 剑楼楼主 摇看腾青山 声音清朗 甚至于压过海浪澎湃声 哈哈 一脸胡渣的腾青山 笑声更大 周围三千人耳朵 都感觉到轰隆作响 你又叫什么 剑楼楼主 黄斧玉江 这剑楼楼主 看着腾青山 你叫什么 弱者是没资格知道我名字的 腾青山一笑 剑楼楼主 黄斧玉江目光一寒 杀鸡引现 手中那柄通体 身青色的神剑 斜指着沙滩 我手中神剑 名为暗血 喜事献血 剑出 则必饮血 话音刚落 黄斧玉江直接化为一道 朦胧模糊的白色残影 秀 残影 一眨眼便冲过十余丈距离 迷蒙青光 直至腾青山 腾青山站在沙滩上 突兀的 左手瞬间抓住枪杆 右手则是滑到枪杆末尾 一个很是简单的 好似摇咕噜似的 就这么右手一摇 略微一个前颂 呼 轮回枪枪间便划过一道漂亮的圆弧 圆弧隐隐有土黄色光滑流转 砰 一声低沉撞击 紧接着便是砰 砰 连续不断撞击声 只见那剑楼楼主皇甫玉江 每一剑刺出 都引起旁边海水激荡 凌厉的冰寒剑气 更是一道道蹦射开去 凡是有军事偶然碰到 便直接冻成人棍 咔嚓 整个人直接冻地裂开 连血液都冻成兵了 退远点 快 将领们连丝喊道 大量军士连招远处疯狂退去 一个个唯恐被波及 枪 腾青山一枪力量之大 轮回枪本身都弯曲 随后反弹蹦发开 剑楼楼主皇甫玉江 被震得飘逸地朝后面飞起七八丈 随后落下 而腾青山整个人 却是重重地连退三步 每一步都深深陷入沙子里 甚至于他身上衣服 都有着冰霜覆盖 好似有些狼狈 皇甫玉江 看似潇洒得很 不过 腾青山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皇甫玉江却相反 表情肃穆 好剑法 腾青山朗声笑 好枪法 皇甫玉江低沉道 远处摇摇观看这里的三千军士们 个个都愕然看着这一幕 这算什么 难道那个神秘高手 和他们的剑楼楼主 实力相差无几 那之前曾经为 南腾青山的数百名军士 更是心底发寒 他们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 去惹一个堪比剑楼楼主的超级强者 真是贤命长啊 皇甫玉江 腾青山摇看着对手 我承认你的实力 你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听清楚了 皇甫玉江眉毛一线 看着腾青山 远处三千军士们 也是一个个竖起耳朵 都想要知道 这个能和剑楼楼主 步相上下的超级强者叫什么 以后出去吹牛 或者跟自己儿子吹嘘 也有资本了 我叫腾青山 腾青山声音响亮 腾青山 他叫腾青山 这腾青山可真厉害 三千军士们立即传起一阵阵兴奋的议论声 他们都牢牢记住了腾青山这个名字 腾青山 皇甫玉江眉头一皱 将这名字深深记在脑海 这是他皇甫玉江明月剑点中练出至高的剑九世 后第一次无功而返 最强九剑 一剑都为伤到对手 在腾青山的长枪面前 皇甫玉江感觉好似对着一座高山 让他无法撼动的高山 这皇甫玉江的剑法 真够厉害的 腾青山回忆刚才那一幕 低头看看 身上衣服凝结的冰霜 每一剑都凌厉的可怕 若非我的混元仪器枪法够厉害 我身上早就出现几个血窟窿了 这皇甫玉江 不愧是明月岛第一强者 比之天神山第一神将备日雷幕 也相差无几 腾青山随即朗声笑道 皇甫玉江 你接过你几招剑法 你也试试我枪法如何 笑声还在回荡 腾青山本人则是猛地窜出 一道青色残影一闪 那轮回枪便仿佛出水游龙 到了皇甫玉江身前 腾青山右臂撑得衣服鼓起 土黄色流光弥漫在右臂上 握住枪杆的右手猛地一发力 嗡 枪尖瞬间旋转 好似钻透空间 银色闪电亮起 呼呼黄甫玉江面容肃目 手中深青色暗血神剑 却是灵动的一飘忽 竟然就挡在了腾青山枪肩前 枪 腾青山双手微微一麻 震得退了一步 黄甫玉江也是连退两步 强力蹦射开的劲气 将腾青山和黄甫玉江周围的沙滩 都深深压伸了近一尺身 嗯 这黄甫玉江够厉害的 竟然能硬挡住 我这一招毒龙钻 嗯 降低威力 提高速度 腾青山脸色一沉 轮回枪犹如蛟龙出动 再次搅动 上次和神鸟轻软一战 腾青山就一直在苦思着问题 虽然没大的突破 可是威力降低三四成后 速度还是能提高不少 咻 咻 咻 旋转的枪间 一次次次向黄甫玉江 呼呼 黄甫玉江平稳得很 那暗血神剑也灵动飘忽地抵挡 这黄甫玉江 显然对于自己的防御很有信心 枪 枪 枪 一连串撞击声 腾青山的每一招毒龙钻 都被这黄甫玉江给抵挡住 最诡异的是 海边竟然有几道水流凌空 被席卷到黄甫玉江剑影当中 只见那飘忽的剑影闪动 而那些水流 更是形成了一道诡异的原形 任凭腾青山如何攻击 都无法破开这剑法防御 就好似腾青山的 混元仪器枪法一般可怕 这 这剑法 腾青山看着看着 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 心中狂喜 这剑法中蕴含水行之道 我得跟他多斗上一会儿 或许 我的 水行之泉 就能有所突破 第十九章 戒约 沙滩上 三千军士都仔细看着那远处一幕 青色 白色两道幻影 从沙滩上 一直厮杀到远处海面上 这九区 鬼欲海水汹涌 可是两大超级强者 却是能够踩着水面彼此厮杀 狂暴的气劲 不断肆意开去 大量海浪水花也爆炸开 这个叫腾青山的 竟然这么厉害 那流星将领咬着牙 红着眼 刘兄弟 这腾青山实力太强 连楼主都没拿下他 你就罢手吧 旁边一高个 将领安慰道 就在这时候 大 大 大 只见一个个背着利剑的高手 骑着一匹匹 类似于战马的坐骑 来到这海滩处 他们的坐骑 四体粗壮有力 毛发绵长 头上还长着两根弯曲的长脚 这是明月岛上 极为上等的坐骑 角兽 拥有角兽最多的 自然是剑楼 而十八江军府 只有极少数人才有 楼主 数十名高手在角兽上 震惊地看着海面上那两道人影 他们都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和他们 楼主厮杀 并且不分上下 这一群人中为首的一名高手 双鬓斑白 面容好似岩石雕刻 他左胸口位置 绣着一柄青色长剑 拜见长老 三名将领都过来恭敬礼 怎么回事 跟楼主交手那人是谁 这老者焦急喝倒 长老 刘姓将领 立即恭敬行礼 那人名叫腾青山 并非我明月岛的人 他驾船来到我们明月岛 蛮横之极 令不少军事死伤 连属下一身功夫 也被他毁掉 楼主过来 他还对楼主出言不逊 并且动手 旁边两将领 都是微微一正 不过没说话 此人如此嚣张 老者脸色一沉 摇看远处海域 在海上厮杀的两大强者 竟然分离开来 海面之上 腾青山和皇甫玉江 都站在海水上 也不沉下 为何停手 腾青山目光有些炽热 皇甫玉江 皱眉看着腾青山 腾青山 你的枪法我破不了 可我的剑法你也破不了 而且 我看你来来去去 也就那一招 既然彼此都赢不了 何必浪费时间 腾青山哑然 他能告诉对手 我在感受你的剑法意境 寻求自己 水行之泉的突破吗 皇甫玉江 你这剑法 是什么剑法 腾青山连问道 皇甫玉江脸上 浮现一丝静仰之色 这是我剑楼第三代祖师 在海边苦修十余载 顿悟后 所创的明月见点 腾青山心中一动 海边所创 蕴含水行之道 也就不奇怪了 腾青山暗自存道 皇甫玉江 腾青山开口道不知 这明月见点 可否借我一关 皇甫玉江脸色一变 看向腾青山 当然 先天真元运转之法 有各种领悟的心得等等 我都不看 我只想借看一下 明月见点 中关于刚才你那套 防御剑法的招式内容 腾青山笑道 作为回报 我的防御枪法意境 我也可以演示给你看 皇甫玉江有些明白 眼前人应该是那种苦修者 连自己绝招意境 都肯演示给别人看 难怪会在大海上飘荡苦修 真是一个疯子 皇甫玉江存道 那是我剑楼绝学 绝不可外传 皇甫玉江摇头道 我虽是剑楼楼主 也不能违背 腾青山 我擒不下你 你走吧 不外传 腾青山看了皇甫玉江一眼 呼 腾青山在海面上踏浪而行 化作一道模糊幻影 在海面上飞奔了过百丈距离 随后一跃而起 直接跃到了乌木船上 小巨 我们走 腾青山朗声一声大喊 声音直传九天 呦 狂风鹰从高空俯冲而下 坐在鹰背上的紫衣女子 好似仙女 强劲的气压狂风 都令海滩边上大量杀力乱飞 令旁边不少军士们 都只能攻腰低头 捂住脑袋眼睛 随后 妖兽和少女 全都落到了乌木船甲板上 腾大哥 若是再杀下去 那个剑楼楼主 估计真元会耗光吧 李俊看向腾青山 嗯 不过 腾青山摇头道 他不可能傻傻的 等真元耗光 然后被我杀死 一旦真元剩下一两成 这皇甫玉江 估计就会靠青宫逃走 论青宫 我还不急他 腾青山也很是赞叹 论实力 这明月岛第一强者 拿到九州大地上 都能排在天榜前三 我们走 腾青山摇动长路 花花 乌木船迅急地朝东南方滑去 以腾青山的臂力 两根长路 也是有力迅猛地滑动 乌木船逆流而上 不断朝东南方向前进 海滩上 大量人马都摇摇看着乌木船离去 老主 以老者为首的一群高手 都站在皇甫玉江身后 皇甫玉江一身宽松白袍 手持着深青色神剑 摇看乌木船离去 心中惊叹 这腾青山的先天真源 怎么好似无穷无尽 和我激烈一战 我先天真源都耗掉七成 他估计也差不多 可是这么大的海船 要逆行而上 是需要很强的力量 消耗真源也很快 他怎么 楼主 九驱鬼域 海水迅疾 船不可能逆流而上 冲出九驱鬼域的 老者皱眉道 那二人 嗯 即使是先天金丹 也绝无可能划船离去 皇甫玉江冰冷到 九驱鬼域数百里 如果斜着前进 更是超过千里 在醉迅猛处 根本无法划水 只能潜水去拖船前进 要想离去 除非有两个先天金丹强者 轮流交换 好休息 恢复先天真源 单单一人 绝无可能离开九驱鬼域 明月岛 一代代人下来 对九流鬼域早有定论 若是乘船 必须要两个先天金丹 才能离去 而整个明月岛 才千万人口 先天金丹强者 有时候整个岛屿 才一两个 想出去的难度 可想而知 滕青山拽着铁锁 在汹涌大海上 迅疾地游动 乌木船 也被拽得 不断朝东南方向前进 想靠划船出去 几乎不可能 滕青山拽着铁锁 心中存到 九驱鬼域 每一曲最凶猛处 那水流非常的快 要让乌木船前进 船鲁必须达到 和我轮回枪一个层次 才能承受那种速度 那种爆发力 用新纹缸 制造巨型长卤 太奢侈了 还不如在水中拖着 更简单 滕青山在水中 游得挺快 许久后 大概前进到 第二曲平缓区域 当发现一浅显区域 滕青山双手覆盖 赤热的先天真元 令铁锁开始发软 随后将铁锁锁头 扭曲成一简易的铁锚 直接扣在一块海下岩石当中 咔 乌木船固定了 滕青山也从海中跃起 落到甲板上 滕大哥 怎么停下了 李俊有些疑惑 这里距离海滩 有好几十里远 滕青山摇看北边 即使有人在明月岛 也不可能看到 几十里外的乌木船 嗯 李俊点头 如果是几里远 以内境高手的势力 以乌木船体积 是能看到的 可是隔着好几十里 就不可能看到了 小军 滕青山笑看着一侧李俊 之前 你可记得 那上官全说 整个明月岛 有一个禁地 当然记得 李俊点头到 那东南边的一座大山是禁地 东北边一座大山 就是剑楼所在 那上官全还说 只有剑楼中最了不起的强者 才能偶尔进入禁地 滕大哥 你说 这干什么 滕青山微微一笑 小军 你说 只有最了不起的强者 才能偶尔进入禁地 你猜 禁地中有什么 这还用说 强者偶尔才能进去 那十有八九 是藏了什么厉害功法 或者是什么了不起宝贝 李俊说道 对 滕青山微笑着 看着北方 小军 你和小慧说一声 让他背着 我们两个 从高空飞入明月岛 我们去那禁地看看 去禁地 李俊虽然惊讶 滕青山的决定 可是他心里 也有些好奇 当即 李俊和一旁的 狂风鹰说了起来 狂风鹰也连叫起来 滕大哥 他还趁机 索要铁叶果呢 李俊笑道 给他吃就是 哦 我包裹里 还有一个铁叶果 虽然挖掉了一小块 滕青山立即去舱内 将包裹中 被挖了一小块的铁叶果 直接扔向狂风鹰 狂风鹰兴奋的仰头 就是一口 听得咔嚓咔嚓声音 便吞入腹中 狂风鹰随即开心地 立即展开翅膀 在乌木船上 空一两丈高处盘旋 嗖 嗖 滕青山持着轮回枪 和李俊同时跃上这狂风鹰背上 狂风鹰身体 没有裂风神雕那么大 滕青山和李俊二人 只能一微靠近在一起 忧 狂风鹰欢叫一声 便一飞冲天 云雾层中 狂风鹰正飞翔其中 滕青山和李俊 正在狂风鹰背上 透过模糊云雾 滕青山朝下方看去 两座耸立的山峰很是显眼 黄斧玉江 你不给我看 我就看不到 滕青山目光落在 那耸立的东南方向一座山峰 小灰 下去 滕青山轻轻易拍狂风鹰羽毛 而后指向 那耸立的东南方向近地山峰 狂风鹰也听话点点脑袋 呼 直接朝下方近地山峰俯冲下去 第二十章 神仙玉壁 近地山峰 高千丈 山顶上满是各种杂草藤蔓 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来这山顶 呼 一道灰色幻影 从天而降 正是在这滕青山 李俊的那头狂风鹰 狂风鹰也被李俊告知 这次是偷偷进入禁地 所以 他也很是警惕 滕青山 李俊 也都接连跳下鹰背 滕大哥 周围一点人踩踏痕迹都没有 应该没人来过 李俊皱眉道 整个一座高山 都是禁地 滕青山目光扫过周围 压低声音道 不过 藏有剑法秘籍 或者宝物的地方 不可能是整座山 应该是山中某一处 剑楼根本不可能想到 有人能够从空中来 所以山顶并无人把守 现在 我们小心下去 你和狂风鹰跟在我后面 十丈 记住 别发出声音 滕青山 滴声道 嗯 李俊点头 同时朝一侧 狂风鹰 滴声用飞禽兽语告知 狂风鹰 可是先天级别妖兽 不发出声音 自然不难 走 滕青山 一声滴鹤 当即 滕青山走在前 李俊和狂风鹰 也都跟在后面十丈远 狂风鹰 和滕青山行走灵巧 自不必说 而李俊也是内境巅峰 在山林杂草中 也恍若仙子般灵动 近地高山 半山夭处 一条长年被人践踏 形成的山路上 一名轻袍少年 一手拎着一个篮子 正大步走在山路上 额头都有些汗珠 嘴里嘀咕着 哼 师兄他们都以为我好欺负 每天都让我来送饭菜 上下山那么远 而且 这近地看守 那四个老怪物 脾气也那么暴躁 听说去年 还有一个小师弟 被这四个老怪物给杀了 为近地看守长老送饭菜 并不是什么好事 明月岛上 十八将军府 常年累月彼此争斗 而剑楼高高在上 因为并无敌人 所以 内斗也厉害 剑楼中 有不少家族派系 也有十八将军府 在其中的一些人马 这令剑楼中 争权夺利比较严重 而这种刚入门弟子 则是地位最低 到了 青袍少年 一眼看到前方山路 一座石碑 石碑上 有着两个血红大字 禁地 青袍少年 站在石碑前 也不敢前进一步 朗声喊道 长老 嗯 一个双眉银白的 勾楼老者 目光阴冷地 从前方进地洞府门内走出 常年累月待在禁地 看守长老性格也变得乖丽 饭菜给我 是 青袍少年连地过去 勾楼老者接过两个菜篮 随便翻看了一下 鼻子秀秀 低哼一声 小家伙 明天多送两壶酒来 是 青袍少年连应道 看守长老是达到后天巅峰 平常三五天不吃不喝都没事 在看守期间 都是一天好吃好喝一顿 便足够了 而且 看守禁地期间 也是这些看守长老 可以安心修炼的好机会 一般接近寿命大线的长老 都会长期看守几年 能达先天 便多活五十年 若不成 便是死 这种折磨下 一些长老 脾气变得乖丽 也就不奇怪了 呼 幸好不是那独眼长老 青袍少年暗松一口气 连沿着山路下山 而那勾楼老者 则是拎着两个篮子 朝洞府内走 他们二人谁都没发现 就在数十丈外藤漫乱从中 一双眼睛正看着这 带着那青袍少年走了片刻 那道人影 才出现在洞府门口 这是禁地高山 这件楼 估计在山下 山路上把守都森严 可山上一路下来 却是无一人 腾青山看向那阴暗的山洞洞府 这禁地洞府内 显然有高手把守 这时 李俊和狂风鹰 也小心来到腾青山身侧 小隽 我先进去 你随后再进去 腾青山压低声音道 嗯 李俊只是点点头 当即 腾青山手持着一杆轮回枪 小心翼翼地朝洞府内部走去 洞府内部比较阴暗 不过山洞却很是方正 显然是经过人工雕琢过 阴影里面传来谈话的声音 老兔旧 快来吃饭 再不来 可就没了 老四 那 梦魇十八件 这第十六件和第十七件 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呢 一声声苍老的声音 传入腾青山耳中 腾青山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在空旷洞府内 轻车熟路 随着一个拐弯 沿着一条通道 走在通道中 腾青山已经看到了 那正聚集在一起 吃饭的老者们身影 呼 呼 腾青山身影一晃 就到了 这山腹空旷屋内 那四名正在吃饭的老者 也惊恶地发现 这个突然来客 你是谁 其中一个高壮老者 放下碗筷喝道 乃一脉门下 竟敢擅自闯入境地 明月岛中 剑楼独霸 一代代下来 剑楼已经习惯 他们根本没有 对外敌的警惕 因为除了 偶尔路过的海上妖兽 他们根本没外敌 老四 跟他废话作甚 其中一个独眼老者冷声道 同时一摸腰间 一柄柔韧的弯曲 银色光链亮起 宛如一条银蛇 直刺腾青山眉心 另外三名看守长老 也都抓向兵器 以防那独眼长老 收拾不了对手 剑楼有严令 擅闯境地者 杀无赦 腾青山面容平静 右手微动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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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杆轮回枪 几乎瞬间一分为四 四道银色闪电 同时贯穿了 四名看守长老的喉咙 呵呵 四名看守长老都捂住喉咙 眼睛瞪得滚圆 鼓鼓鲜血 顺着血窟窿不断朝外涌出 这四名看守长老惊恐的眼睛中 有着惊骇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在对手面前 他们四大看守长老 竟然连高声呼救都做不到 太快 四名长老尸体都无力倒下 有的软倒在地 有的撞在木桌上 打翻了碗筷 啪 滑 碗打碎声 酒水流到地上的声音都响起 整个屋内都弥漫起一阵浓浓的酒味 酒味中还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呼 狂风鹰和李俊都沿着通道 来到这 一进入屋子 李俊就看到那四个倒在地上 依旧瞪大眼睛 死不明目的四位长老 这禁地洞府中已经没人了 腾青山淡然道 小郡 我们沿着两头找找 看哪里有宝 所谓的禁地 别说是这四个老家伙 即使是先天强者看守 在腾青山面前也是必死 联明月岛第一强者 皇甫玉江 也会被腾青山耗光真元 只能逃避 好 李俊点头 当即腾青山和李俊 朝旁边一个个密室寻找而去 这些密室内都有着草稀棉被 腾青山在其中一个密室中 看着墙壁上一幅幅见招石刻 看石刻 有的怕是超过百年 有的是心境刚刻上去 腾青山暗自点头 一代代琢磨剑术 将自己所想刻在石壁上 无数强者累计 整个明月岛人人练习剑术 难怪 剑楼楼主剑法如此了的 论剑法 放眼九州大帝 无异宗派 在基础上 做得比这剑楼还好 这山腹中 有不少密室 腾大哥 腾大哥 腾青山才寻找一会儿 李俊就找来了 嗯 腾青山看向他 腾大哥 你跟我来 李俊连道 我发现了一个地方 哦 腾青山好奇地跟随李俊 沿着这山腹蜿蜒山道前进 必须得说 这剑楼简直将这块山腹给挖了大半 因为这山道的确够长 腾大哥 前面有一个非常空旷的大殿 李俊带腾青山走了近百丈远 随后指着前面 狂风英正待在那大殿中 腾青山也步入这空旷大殿 只见这大殿石壁上 一幅幅剑法雕刻 不计其数 刘风十八剑 天雷剑法 游蛇剑 腾青山看着各种精妙剑法 这些剑法都蕴含各自意境 嗯 怎么没有皇甫玉江说的明月剑点剑法 这令腾青山眉头皱起 也对 那是剑楼最高绝学 不会轻易让来这的精英弟子看到 腾青山摇摇头 有些遗憾 那些精妙剑法虽然厉害 可对于已经站在道的门槛处的腾青山而言 最多让他大开眼界 却并无多大用处 忽然 腾青山目光停留在大殿旁一道侧门处 侧门旁的山壁上 刻着几行密密麻麻的字迹 繁入境地者 达到先天之境 皆可去神仙玉壁 此乃是我剑楼一代祖师的恩人李前辈所留 三代祖师曾观神仙玉壁 误出明月见点 若未达到先天境界 切不可观看神仙玉壁 无以凡有害 这一行字迹看得腾青山惊讶不已 腾大哥 什么神仙玉壁 竟然说 达不到先天 看了有害处 李俊有些惊讶 不可不信 腾青山低声道 小俊 你先在外面 说完 腾青山便沿着这一条侧门 直接朝里面走去 紧紧数丈 腾青山便进入一空旷地 纯粹天然形成的洞府 在这洞府的一面山壁上 隐隐有着轻光流转 四行大字 龙飞凤舞 让腾青山整个人都一阵屏息 尼为依西风为马 云之君西纷纷而来下 虎骨色西鸾回车 仙之人 西列如马 尔马 尔迪 尔馬 尔馬 尔馬